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跟着老师小声再读一遍 看看自己读对了没有 冰棍 西瓜 绿豆汤 凉席 蜘蛮 花露水 蒲扇 竹椅 萤火虫 鲜牛 枝女 北斗星 现在拼音都去掉了 你还会读吗 再来挑战一下吧 读完之后 仔细想想 这些词语都和什么有关系呢 对了 它们都和夏天有关 在炎热的夏天 吃一根凉凉的冰棍 喝一碗解暑的绿豆汤 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呀 大家看冰棍的棍是木子旁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因为呀 当我们吃完冰棍的时候 总会留下一根小小的木头 想一想 棍这个字还可以组什么词呢 对了 木棍的棍 拐棍的棍 都是这个棍 再来看汤这个字 汤的偏旁是三点水 因为汤里呀 总少不了水 想一想 除了绿豆汤 你还喜欢喝什么汤呢 也许有的同学喜欢喝米汤 还有的同学喜欢喝鸡汤呢 米汤和鸡汤的汤都是这个汤 我们一起来看看文中的这幅插图 在一个夏天的晚上 奶奶坐在竹椅上 一边摇着菩萨 一边给小孙女讲故事呢 这样的菩萨和竹椅 你们见过吗 菩萨是用一种植物的叶子 制作而成的 此外 用纸制作的扇子 叫纸扇 用动物的羽毛 制作的扇子 叫羽毛扇 随着科技的发展 又出现了电风扇和吊扇 同学们 你还知道什么扇子呢 课下可以和家人说一说 夏天的乐趣啊 总少不了萤火虫 萤火虫是一种生活在草丛里的昆虫 所以萤火虫的营 上面是草子头 下面是个虫子 你想知道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吗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你看 我们萤火虫的尾部 有一种发光细胞 里面含有荧光素 当我们呼吸的时候 吸入的氧气和荧光素 发生氧化反应 就会放出荧光 那你们发光 是因为晚上太黑 要把路照亮吗 不是的 发光是我们萤火虫之间的 一种交流方式 用来传递信息和求偶 我们的幼虫和虫卵也会发光 来警告敌人不能吃我 夏天的夜空 也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天牛和织女两颗星星 在银河的两岸遥遥相望 北斗星则像勺子一样 悬挂在空中 天牛和织女 这两颗星星的名字 还隐含着七月初七 雀桥相会的故事呢 传说呀 织女是天上的神仙 她擅长织布 每天给天空织彩霞 她讨厌着枯燥的生活 就偷偷下凡到人间 私自嫁给了牛郎 这件事情让天地非常的生气 天地立刻派人把织女捉回了天空 一年只允许织女和天牛 在七月初七这一天见一次面 他们的故事感动了喜鹊 每年七月初七 无数的喜鹊便飞过来 用身体搭成了一道跨越银河的喜鹊桥 让牛郎和织女在银河上见面 听完了故事 请你再来读一读这些词语 边读边想想 每一组词语都和夏天的什么有关呢 聪明的你一定发现了 第一组是夏天常见的水果和饮品 第二组和第三组都是夏天常用的物品和常见的事物 最后一组是有关夏天星空的词语 那么你还知道哪些和夏天有关的词语呢 可以将视频暂停一会儿和家人说一说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板块 字词句运用的学习 首先请看第一题 读一读照样子说一说 请你将视频暂停一分钟 先自己读一读这三句话 看看你有什么发现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这三句话越来越长 字数也越来越多了 那后一句话比前一句话多了哪些字呢 我们一起来探寻 请你找一找第二句比第一句多了哪些字 必用铅笔在书上画出来 我们画的字 我们画的字是在山坡上 由此我们知道了小白兔在什么地方割草 第三句话又比第二句多了哪些字呢 第三句又比第二句多了哪些字呢 如果一起探寻 我们发现这三句话分别是谁干什么 谁在什么地方干什么 谁怎么样的在什么地方干什么 加上了在什么地方怎么样的之后 我们就能把句子说得更具体更清楚 接下来请你将视频暂停 试着写一写下面的句子 老师是这么写的 小鸭子游泳 小鸭子在水里游泳 小鸭子开心的在水里游泳 你是怎么写的呢 自己试着读一读吧 再来看这个句子 爸爸看书 你能照着样子写一写吗 写完之后可以读给家人听一听 再来看字读句运用的第二题 读一读 加上标点 再抄写最后一句 请你先自己读一读 试着加上标点 暂停视频 开始吧 同学们 填写标点的过程中 你觉得哪个比较容易 哪个比较难呢 老师告诉你 填写标点的时候 一定要多读几遍 通过句子的语气来填写标点符号 比如 你写作业了吗 这是一个问句 后面应该填写问号 再比如 小鸟飞得真低呀 天安门前的人非常多 这两句话比较 第一句的感情更强烈 句末还有一个感叹词呀 因此要填感叹号 动号则要放在一句话的中间的位置 这些你都填对了吗 如果有错 请你赶紧改正 改完之后 请你再把这些句子多读几遍 注意读出不同句子的不同语气 最后 请你将视频暂停 认认真真的 把最后一句话 抄写在填字格里 老师告诉你 抄写句子的时候 要注意格式 句子开头 空两格 每个标点 占一格 好了 开始吧 接下来 我们进入第三个板块 展示台的学习 展示台中的小女孩 在食品包装上 认识了很多字 这些字 你都认识吗 将视频 暂停一分钟 试着 读一读吧 老师 老师也来读一遍 你可以跟着老师 小声的 再读一遍 看看自己 读对了没有 小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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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 牛奶 饼干 矿泉水 面包 生产日期 保质期 现在我们玩一个连线的小游戏 老师把各种食品放在了屏幕上 你能又快又准的找到对应的词语连线吗 将视频暂停一分钟 试着连一连吧 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同学们 你都连对了吗 跟着爸爸妈妈去超市的时候 如果你留心观察 一定能认识更多的字 看看这些包装上的字 你都认识吗 先暂停一分钟 自己试着读一读吧 请你再跟老师读一遍 看看你刚才读对了没有 西湖龙井 五股杂粮 旺仔牛奶糖 精品羊腿肉 同学们 再来读读这些字 你都认识吗 如果有不认识的字 可以问问家人 其实呀 生活中处处都可以识字 当你出去玩的时候 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 当你回家的时候 只要你留心观察 只要你常常问问身边的大人 你一定能认识更多的汉字 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作业是 一 积累和夏天有关的词语 二 在生活中识字 把认识的心字和家人交流 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 下节课 我们继续来学习语文远第六 好了 同学们再见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